大家好,我是南妹 这个季节最好吃的家常菜就是白菜炖粉条了 相信很多南方人也喜欢吃白菜炖粉条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道菜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颗大白菜 现在的白菜价格很便宜,不到一块钱一斤 你们那里多少钱呢? 先把根部切掉 然后再把白菜帮顺着纹路切成条 我们一定要把白菜帮和白菜叶分开切 切好后装入碗中清洗干净备用 再准备一块五花肉 一定要选择这样肥瘦相间的才香 改刀切成片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大碗中加入一把红薯粉条 加入多一点的清水泡软备用 再准备几根小葱切成段备用 盘中准备几片生姜 两块桂皮 两个八角 一小把干辣椒 接下来锅烧热加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下入五花肉煸炒 炒出五花肉的香味和油脂 炒至五花肉焦香 再加入准备好的配料 继续翻炒均匀炒出香味 炒香后倒入白菜帮 把白菜帮炒软 然后倒入白菜叶炒软 全部炒好以后 倒入一个砂锅中 再加入一点清水 没过白菜 然后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食盐 适量的白胡椒粉 一勺生抽 再加入一大勺黄豆酱 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开大火煮开 煮开后 再下入泡发好的红薯粉条 盖上盖子煮五分钟 把粉条煮熟 煮至入味 时间到了以后 转大火收一下汤汁 哇 好香啊 现在满屋子都是香味了 最后把切好的葱段 夹进来 美味鸡成 这样一道美味的白菜炖粉条 就做好啦 天气越来越冷了 炖上这么一锅 吃起来暖心又暖味 粉条非常的爽滑 筋道又入味 白菜也炖得非常的软烂了 五花肉也充分的吸收了汤汁 配上一碗大米饭 别提有多香了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我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